一只成了金的蟑螂正在不停地用头撞击飞船的玻璃 所有人都瞬间吓得不知所措 然而副舰长却让大家不要担心 因为这是经过了特殊硬化的导火玻璃 谁知话刚说完 蟑螂怪就一头撞碎玻璃直接冲了进来 舰长见状不妙连忙挺身而出 只见他迅速朝体内注入活性要紧 接着就变成了一只拥有力大无穷的子弹一人 没想到仅仅只是一拳 蟑螂怪就被舰长轻松秒杀 看到这一幕 众人又瞬间信心大增 然而下一秒 让他们屎尿未及的一幕便悄然降了 只见数以万计的蟑螂人突然将飞船团团包围 而且更糟糕的是 飞船的系统也恰好发生了故障 眼看飞力这里已经不可能了 舰长立马建议所有人前往500年前发射的火星一号飞船 只要登上飞船 他们就还有机会返回地球 而他自己则决定留下来给众人断后 于是他们兵分两路 二郎变身蚊子怪配合舰长和立足及蟑螂人 另一队人则乘坐装甲车前往一号飞船 然而当他们打开钢门 就发现此事门外已经挤满了人高马大的蟑螂大军 危机关头 手肿大叔果断给自己注入细胞活性剂 瞬间变身为一只可